另外剛剛前面的同仁質詢 我是覺得邏輯責怪我們的部位所長是沒有道理 他自己承認他的草案沒有提出來 既然草案沒有提出來 我們一定是拿民國103年第八屆立委的時候 所謂的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 被立法院不願意通過的這個條例 拿那個交換出來討論嘛 因為屆起不連續的關係 本院屆起不連續 所以第九屆根本就沒有這個案 那大家一定是拿第八屆的案 出來檢視說哪個地方不合理 事實上第八屆的案就是不合理 所以才不會通過 如果第八屆的案對台灣非常方便 覺得真的能夠憑經濟的話 早在第八屆就通過了 尤其台灣是一個自由經濟的地方 我們為什麼在自由經濟的貿易的地方 還要在另外那裡弄一個特區呢 照國民黨民國他當年執政 第八屆立委的說法就是平坦 要有一個經濟示範特區來跟台灣對接 結果現在平 做了這麼多久 這也是習近平當年 他當福建這省委書記的時候 重大政策發展下來的結果 結果現在平坦能看嗎 那名經濟示範特區不通嘛 然後在邏輯上拿一個 還沒有自己認為 還沒有提出來案 在這邊責備這些部會首長 我覺得這樣邏輯是有問題的 謝謝委員關心 有關怎麼樣來拚經濟 其實是不分難力 朝野應該一起努力 那政府從106年10月以來 我們對於怎麼樣拚經濟 更能夠自由法規雙綁 就有427項雙綁法規 也謝謝貴院支持 貴委員大力支持 另外一方面 對於過去 也曾經有所謂的自由經濟示範區 在馬英九政府的時代 在102年提出 當時國民黨的立委在立環海多數 也是覺得自愛難行 所以也沒有通過 而過去執行的經驗 以及現在世界的情勢發展 如果只有這個區 那區外的反而顯得不公平 第二點是 現在整個國際集市對於國際組織 對於整體租稅 這方面要求更行嚴格 如果有國家在這方面用租稅等等 有不相關不相當的競爭 也會被國際組織認為 你在這一方面是不是怎麼樣子的 對於不合作或者是不公平 這又是另外一種阻礙 所以 拼經濟 大家一起來努力 行政院絕對支持 那如果有好的話 儘管提出 相信貴宴 大家一起來討論 通過 我們都是支持 中央各地方也應該合作 委員剛才提出來的 考慮也非常有道理 我們一起努力 讓台灣經濟更好